今天这期影片会介绍一款非常适合于新手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叫Fimura 它的功能包括基本的影片剪辑 可以加入各类的标题文字、转散特效 还提供给你大量的素材库供你使用 这款剪辑软体是有中文版本的 所以非常适合于大家使用 如果是剪辑小白 想快速的剪辑出一部好看的影片 这期影片是Fimura快速上手的教程 为了解Fimura的界面和功能 也会展示给你若是用Fimura去剪辑制作一部影片 在看完这期教程之后 你就能学会使用Fimura去剪辑出一部好看的影片 Fimura是来自一家中国的软体公司 英文叫Wondershare 中文叫万星科技 目前在全球有16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Wondershare的产品 使用的人数多达数百万 其中Fimura这款剪辑软体最为出名 关于Fimura它的优点有以下几个 首先第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界面非常容易上手 Fimura的界面并不复杂 非常人性化 你想要找到的功能 在界面上面都能够好容易找到 第二个优点就是素材库丰富 它里面提供了非常多各类商用的素材 有图片、影片、还有音乐、音效等等 并且这些素材库都是每个月都有更新的 如果想要更多素材 可以去到它的专门的素材网站 叫Filmstocks 里面提供了更多素材 有免费的、有付费的 第三个优点就是提供了多语言的界面 这款软体支持了超过15种语言 很多观众都说到自己的英文不好 所以想使用有带有中文的剪辑软体 那么Filmura就非常适合你了 第四个优点就是 Windows系统和Mac系统都能够使用 是的 这两款系统的电脑都能够使用Filmura 可以让你有更多时间去专心学习Filmura去剪辑影片 第一个优点就是 在网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免费造成 是的 Filmura非常的有名 所以在义对上面包括我的频道 会提供给你非常多免费的Filmura教程 就帮助你更快掌握Filmura各种剪辑技巧 Filmura这款剪辑软体不是免费的 但是我认为相对于其他的付费剪辑软体来说 它的定价是非常合理和实惠的 Filmura可以让你免费的试用 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但是有些高级的功能 免费版本是无法使用的 并且在你导注的时候 免费的版本会带有浮水印 关于Filmura的价格 如果你是按粘角的方案 它是1480台币 可以永久的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然后所有的Filmura功能都是能够使用的 如果你是选择终身的方案 那么它的价格是1904台币 它的不同点在于只提供Filmura11的更新 然后其他所有的Filmura功能也是能够使用的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Filmura 去了解它的界面和功能 并且展示给你 如果使用Filmura去剪辑一部影片 像我就来到Filmura官网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标志 这个是Mac版本的 如果你是Windows电脑 可以选择了解更多 这里可以让你切换成Windows版本 像我就切换成了Windows版本 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然后就可以打开Filmura 这是它的开启界面 在左边会有两个选项 创建项目和最近的项目 右边可以让你选择项目的纵横比 例如说YouTube影片通常是16比9 然后也有其他很多选择 像是Instagram就可以选择1比1 这里可以让你创建新的项目 或者是打开已有的项目 在底下会有些工具 例如说模板成片 这个功能就是使用已经有的模板 来创建你专属的影片 这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模板 还有就是录制萤幕的工具 你可以很快的开始去录制你的屏幕 接下来一个工具就是智能裁剪 例如说我有这部影片 然后可以选择不同的偿换笔 如果想把你YouTube影片 快速的变成YouTube Shirts 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接下来一个工具就是高光卡点 你可以加入音乐就可以帮助你制作卡点的影片 然后就是无损剪辑 你可以加入你的影片 在这里就可以开始进行简单的剪辑 最后工具就是AI风格化 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效果 最后可以快速展示出不同的风格化 接下来我们可以创建新的项目 下来进入到了Firmware界面 在左边最上角会有我的资源 这会展示给你非常多资源的项目 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模板 接下来就是资源库 会展示给你不同的资源 有来自Pexels,Giphy,Pexabay和Unsplush的资源 接下来还有音频 有不同的音效 还有音乐等等 然后就是标题 会提供给你非常多标题的模板 再来就是转场 这里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转场 有不同的分类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会让你选择非常多的效果 就应用到你影片剪辑里面 还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元素 再来就是可以让进行分屏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分屏模板 在右边就是影片的预览区 你可以在这里预览的影片 在这上面会有很多工具 例如说这个就是渲染预览 第二个就是添加标记 第三个就是路径的旁白 你可以点进这里就可以开始 路径的声音 还有就是音频回音器 这个就是停用时间轴贴齐 还有就是缩放以适应时间线 这个可以调节时间线的大小 这个可以进行放大 在左边也有很多工具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定义的工具栏 在这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工具 如果你想要哪个工具 可以把它移动到这里 就可以添加到这个工具栏里面 这里可以让你回到上一步 或者是重做最后一个动作 这是删除功能 这是剪辑 这个是快速裁剪模式 这里可以让你快速加入文字 这里可以让你进行剪辑 这里可以让你进行对图像的裁切 这里可以让你控制影片的速度 这里可以让你控制影片的时长 这里可以进行绿幕的模式 可以进行运动跟踪 还要添加关键声 这里可以进行其他影像的编辑 可以让你进行音频同步 这里可以让你修剪被替换的片段 这里可以让你进行语音转文字 现在的Femura是可以让你进行上字幕的 这里可以让你进行文字转语音 可以自动将文本转化为人声 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你去除掉没有声音的片段 然后就是高级的色彩调节 接着我们可以开始导入我们的素材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先去导入素材 有影片有图片还有音乐 我可以点击一下这个素材 就会开始预览我的素材 我可以在这里播放 我可以直接拖露这个素材到我实验轴里面 相当于可以看到 我就拖露了这段素材到我实验轴里面 在实验轴我们可以看到 会有不同的轨道 当一个轨道它前面是影片标志的时候 就代表它是视频的轨道 当一个轨道前面是音乐的标志的时候 就代表它是音频的轨道 我们可以对轨道进行放道的缩小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这样我就能够放到它的轨道 当我们拖露更多的素材 就可以创建更多的轨道 比如说我可以再拖露一个素材 这个时候就创建了第二个轨道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最上面的轨道是能够展现出来的 是能够最先被看见的 在下一层的轨道都会被遮住 对于每个轨道来说 你可以进行锁住 或者是对它经营 或者是对它隐藏 如果你暂时不想要这个素材 你可以选择删除 你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Delete 这样就删除了该的素材 我们可以拖动这个时间轴进行预览影片 或者是在这里预览影片 如果你发现在你预览的时候 它的速度非常慢 你可以选在这里播放质量 就可以让你影片预览更快 比如说选择1分之1 它就是以1分之1的画质进行预览 如果你想调节每个工作区域 它的大小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把鼠标移动到工作区域之间的分界 就会出现这样的标志 你就可以移动它 这样我就可以扩大我时间轴的区域 你想扩大每个轨道 它的区域也是可以的 也来到它的分界 也会出现这样的标志 你可以把它拉大 这样让你在剪辑的时候就更加清楚 接着我们可以看剪辑 我可以移动这个时间轴 例如说我要在这里创建一个分割点 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进行剪切 例如说这一个剪达标志 可以选择一下 就创建一个分割点 然后再移动这个时间轴 这里可以点击分割的功能 又创建一个时间点 如果想回到上一步 可以按住CMate或者Ctrl-Z 就回到上一步 这里我教大家剪切的快页键 是Cmd或者Ctrl-B 这样就是最快的剪切的方法 然后选择这个标的部分 按住键板上面Delete 大家可以看到 我之后面的素材 就自动连接到了前面的素材 这是因为我开启了 自动波纹剪接的功能 我也在按住Cmd或者Ctrl-Z 回到上一步 这里我关闭自动波纹剪切的功能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当我创建一下这个片段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我后面的素材没有自动跟上前面的素材 所以我认为 自动波纹剪辑的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提高我们影片剪辑效率 还有一种剪辑的方法是 当你把鼠标移动到它的片尾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标志 你可以对它进行拖拽 这样也能够删除掉不需要的片段 Talnut在一个片段 它的片头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样的标志 你也可以拖拽 也可以删除掉不要的部分 接着我们可以加入Broll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 Firmware里面它的素材库里面的素材 例如说我选择这个素材 我把它拖拽到实验车里面 这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素材就被交入到我实验车里面了 我可以对它进行剪辑 可以拖拽 可以挪动 或者是使用CMNB或者CtrlB 对它进行剪辑 然后我们可以双击这个影片片段 就可以对它进行更多属性的条件 例如说你可以旋转它 或者是对它进行缩放 然后你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再来就是可以使用不同的混合模式 这里会有不同的混合模式各种选择 也可以调节它的普通明度 然后底下会有很多高级的功能 然后这里还会有遮照 这里可以调节它的速度 这里可以调节它的颜色 会有不同颜色属性 给你调节 最后一个就是加入不同的动画 例如说可以选择一个相有滑动动画 可以把这个效果涂入到这画面里面 我可以播放一下 这样就会有一个相有滑动的效果 除了影片素材之外 也可以加入图片素材 例如说这里我准备了一张图片 把涂入到简单区里面 另一个调节它出现的时间 例如说在这里创建一个分割点 把后面的删去 那么这个图片就只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然后可以双击 对它进行调整 例如说可以进行缩放 然后移动它的位置 其他也是一样 会有不同学校功能选择 这里可以调节它的颜色 例如说我增加它的发指 让它变得更鲜艳一点 然后增加它的强度 然后调节它的色温 然后变得更温暖一点 然后这里可以调节它的对比度 也可以调节它的饱和度 调节它的亮度 然后可以加入一些颜色的预设 这里会有不同的颜色预设 给你选择 同样的这里会有动画 你可以加入不同动画效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文字标题 我们选择这个标题选项 这里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模板 给你选择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标题模板 可以把它涂入到简单区里面 调节它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双击 这里面可以调节它的字体 你可以选择其它字体 然后更改文字的信息 可以改变文字的大小 也可以改变文字的颜色 然后文本的间距 行间距 还有文字的位置 你可以对它进行旋转或者缩放 也可以对它进行不同的混合模式 调节它透明度 或者是在这里会有高级选项 你可以调节它的更多属性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更多的花字 比如说我选的这个花字 你可以加入更多动画 这里下的文字可以双击进行修改 我们可以从头到尾播放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加入影片的转场 我可以先加入另外一段素材 然后在两个素材中间 就可以加入一个转场 我选择这个转场选项 这里就会有非常多的转场供选择 例如说我选择这个龙节转场 我把它涂入到这两个片段之间 我们可以下来播放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龙节的转场 但是我发现 这个转场的时间持续太长了 我需要把它缩短一些 我就可以来到这个转场 它两端中的其中一端 这时候我的鼠标会变成这样的标志 然后我挪动一下 把镜缩短 大概缩短了这样的时间 我可以再来看一下 这时候你能看到 我这转场的时间就明显缩短了 然后我们可以对影片加入一些效果 我们选择效果选项 这里FEMURAL也会有非常多的效果功能选择 比如说选择这个效果 把它投入到这画面上面 这时候你能看到 这个效果就像滤镜一样 盖在了我原本的画面上面 你可以双击这个效果 调节它的透明度 就不会让它的效果变得那么明显 接下来也可以加入一些元素 我们选择元素选项 这里会有不同的元素让我们交入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元素 也是把它拖入到画面里面 我可以调节它时长 我们可以播放一下 我们也可以双击一下 你可以调节它的大小 也可以调节它的位置 然后你可以点进这里 进行旋转 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分屏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选择分屏 拖入到画面里面 然后再拖入我们的素材 例如说这个素材 现在上面就变成了刚才我那个素材 然后再拖入另外一个素材 像这里可以看到 就展示出了一个分割屏幕的效果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入音乐 例如说我导入一段音乐 可以把它拖入到时间钟里面 我可以缩短它的时间 选它尾部 我也可以把这音轨进行拉大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一条白线 这白线就可以让我们调节音乐的音量 如果你想降低音乐的音量可以往下拉 这样这个音乐的音量就会降低 或者说你可以双击 这里会有更多选择 例如说这里会有弹路弹出选项 弹路的选项就是可以让音乐慢慢的进入 弹出选项就是可以让音乐慢慢的结束 你可以选择弹路时间 例如说一秒钟 弹出时间也可以选择一秒钟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阴影就代表 这个音乐会慢慢的进入 然后这个尾端也会有阴影 就会代表音乐会慢慢的弹出 然后你可以对音乐进行降噪 会让你普通降噪 消除奇陶嗡嗡的声音 或者消除风声等等 然后我们可以对影片进行色彩调节 这里可以选择高级色彩调节 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个选项 你可以选择这个自定工具栏 这里面就可以找到高级色彩调节 然后就可以把它投入到这工具栏里面 例如说我想调节这个影片片段 我选择高级色彩调节 选择色彩校正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预设 比如说蝙蝠侠的预设 冷色电影的预设 暗色电影的绿色 或者你不想使用预设 你可以选择调整 这里面就可以让你对颜色的每个属性进行调整 例如说可以调整它的发指 调整它强度 这里可以让你选择白平衡 可以把它变得更暖一些 变得更紫一些 然后可以调节它的曝光度 调节它的亮度 对比度 活力值 和饱和度等等 这些你都可以进行调节 在调节好之后 你可以选择这个好 就调节了它的颜色 这样就完成了在你剪辑影片的时候 需要的所有步骤 接下去你就需要导出了 你可以选择导出选项 这里我们选择MP4影片格式 这里可以选择保存至哪里 然后可以修改它的名称 然后它解析度是这个 尺寸是这个 时长是这个 在所有的确认没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导出 就可以导出你的影片了 希望这期影片 能够帮大家了解 Fimura这款非常适合于新手使用的 影片剪辑版体 大家可以动用下方链接 就下载Fimura 自我推荐到一个音乐网站 你们会提供给你 更多背景用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 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够为这笔影片 点个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了解更多 YouTube影片剪辑相关内容 没想了解我 最新的动态 可以关注我IG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